聖誕老人扣針 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如何勾織這款聖誕老人扣針 我預備了這幾種顏色的線 和3.5mm的勾針 一開始就用橫形起針 在食指上繞兩個圈 然後在3針的鎖針 3針了 然後回到這個圈內 勾織11針的長針 首先要繞一次線 然後穿入線圈 線圈穿過頭兩個線圈 再穿過尾兩個線圈 這樣就為之一針的長針 我現在繼續勾織 勾織總共11針的長針 在勾織中 我們會轉綠色 在勾織最後一針的長針的時候 在勾織最後一針的長針的時候 我們會換線的 然後再勾織十針的長針 這個線圈我們可以拉動線尾 收緊這個線圈 然後我們就找回 一開始的時候 在第三針的鎖針 做一個引拔針 我們用白色去穿過兩個線圈 這樣就可以成功換了線 我們可以剪了玉色這條線 我們不再需要玉色這條線了 然後在四針的鎖針 在四針的鎖針之後 找回 這個第三針 由勾針這個位置數到第三針 做一個引拔針 這針就是引拔針 然後我們會重複的 每一個針位 我們會勾織一針的短針 然後再勾織三針的鎖針 然後在距離第三針的鎖針 做一個引拔針 對 然後我們會重複的 每一個針位 我們會勾織一針的短針 然後三針的鎖針 在第三針 距離勾針第三針的鎖針的位置 做一個引拔針 重複 重複到最後一個白色的長針的位置 然後我們會勾織十針的短針 是 第四針 我們會勾織十針 在開始 今天晚上要勾織一針 做一個針複的鎖針 要勾織一針的 做一個針 當然要勾織一針 這針的緊拔針 然后我们就可以剪白色的线 然后我们就用红色的线去勾织顶帽 穿过这个白色的线 然后勾织两针的锁针 然后就反到另一面继续勾织 然后在下一针的针位 我们就开始勾织短针 我总共需要勾织七针的短针 七针短针之后我们隔一针 再勾织一针的短针 接着就两针的傻针 反过来另一面勾织 在下一针开始勾织五针的短针 然后隔开一针 在下一针勾织一针短针 又是在下一针开始勾织 又是在下一针开始勾织 再勾织三针的短针 这个第三针 然后勾织两针锁针 反到另一面继续勾织 勾织多两针的短针 勾织完之后 勾织两针锁针 转另一面 在下一针锁针 在下一针位勾织一针的短针 接着我们就可以 穿过线 剪线 我们就用针去缝织好所有线尾 用针去缝织好所有线尾 然后我们就会避免这个位置 受一个发角结 接着我们就会用些少许棉花 搓成一个 波波 接着我们就用这种胶 黏在顶部 接着我们就会用两颗4mm的眼睛 接着我们就会用两颗4mm的眼睛 黏在面上 大致上圣诞路已经完成了 是不是很简单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我将它做成这个扣针 除了扣针之外 大家都可以用来做很多不同类型的东西 例如发夹 或者穿个圈圈 做圣诞住的装饰 祝大家圣诞快乐 拜拜